我覺得你小孩子是跟著他之間的互動 像姐妹也有好處 但是我們家孩子坦白講錢弄得太離婚 一個月零用錢一萬兩塊 然後三級產品並購 補習並購 所以說難怪我的財工會花錢 真的 我是講坦白可以花我們家小孩子真的才會用錢 你看那兩個現在又到韓國去玩 一年出國兩次 他問一個很白痴的發問 爸爸你為什麼不想出國 媽媽說我沒有出國 叫我借錢出去玩我沒有興趣 我絕對不會說什麼為了玩樂借錢出去 小孩子還是不太懂大人的心 我覺得沒有進行經常改動 沒有意義啊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我是感覺真的 所以說你又看命盤 他的命盤 為什麼那些財子 他的命盤是指腐假命 為什麼是日月假命 科露假權 你就知道自然而然 那你們的學長是火頭假命 假命 我好像舉過這個例子 舉過這個例子吧 你看 他老師我真羨慕你 你的因為你有日子 有指腐假命或 指腐假命那你一三代女兒他很好命 還有一個大女兒是舞攤在那邊做命 日月望地夾 而且科露假權 那你看 變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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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師母的感情又不錯 因為這個 兄弟公是 父母公的夫妻公又不錯 哎 那你們被師母的 你可以師母的 婚姻又不錯 可是呢 他是什麼做命 他說他睡得要死 可以向家靈心做命 結果他的父母公 你不要以為童娘 因為他是以年出生 他就告訴我一句話 他說我這輩子已經看開了 他說他的父母公是童娘加上 然後他的兄弟公是什麼 他兄弟公是巨猴 你看 他說有時候 他說我看了一些命以後 我終於頓悟很多道理 他說你看 火頭假命 一邊父母一邊兄弟對他沒好處 然後以女命來講 父母公代表爸爸 這邊代表媽媽 那你看 媽媽跟爸爸的對待關係是火心類 對不對 好 再過來 火頭一夾 煞 煞青這個心苦挫折 他在讀 讀大學的時候沒有辦法 就要半工半讀 他說你看看 老師你的孩子能夠日月夾 而且夾得不錯 除了表示你們夫婦兩個 感情還不錯之外 也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他這個 你小孩子的父母的格局還滿高的 我覺得還是對的 所以說有時候想一想說 他為什麼能夠零用錢那麼高 所以說父母他一定有一定的成就 然後對他來講幫助很大 所以說以後你們假設有在幫人家 剖腹生產 盡量能夠說 父母公、兄弟公圖錯 讓這個小孩子能夠順利成長 然後他的思想或幹嘛 就比較不會反社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四種人還滿值得上的 來第二個來報仇的人 這種類型的人就像 和人家接而起世仇一般 又像世界上所有人都對不起他一樣 只呱呱坠地若起 似乎看什麼都不對勁 瞧什麼都不順眼 而對社會或特定對象將無情的摧殘 有沒有這種人當然有這種類型 黑道作奸犯科 為非作改恐怖主義的命格 以及心耀而言就是欺殺後軍貪婪巨人等星座加煞 這個加煞有個字 你要把它弄進去 你沒有加煞的話 你來個欺殺生賭命 你說是作奸犯科 對方會翻臉的 其他是不是專一揚民為命 對不對 殺破狼的格局其下 殺做民工做生工 或殺精賭命 生工三格加會惡藥 惡藥就是揚火火明世上 或者眾殺精匯集的命格皆許之 雖然他們的思想力量不敢不交 行為不予認同 但其本身去認為改變自己是自救 以影響別人自救的人 這一手辦法只會討回公道 等於這個人 這個社會什麼樣的人都沒有 第三 來還債的人 有一種人 終日辛苦 專業 省知見用 拼腦命來堆起自己 可能一輩子都捨不得 花掉了財富 直到殺手西歸之後 衝動了衝動 轉手了轉手 留給子孫卻被敗光 有沒有看到 自己窮襲一生之力 如精味甜蠻一般 到最後還是由別人來作下 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盡忠職守財務管理人罷了 我聽人講 看報章報答 臺灣南部有一個叫做侯宇立 聽說他在生錢的時候他非常節省 然後節省的錢他會怎樣 他就是省知見用 然後放高一帶 可是他的後代子孫 好像為了徵產還是怎樣 後來好像那個棺材很久都沒有下葬了 很久沒有下葬 中國人講入土為安 這幾個字很重要 小孩子都 他的後代都會出世 就像那個誰 翁大明 翁大明那個 他的爸爸死掉 結果他們後代在那個 那個棺材好像都一直擺在那個什麼 陽明山那邊 那個別墅 你看看 所以說那這種 就以何宇立來講 他這種生長在日據時代的人 一定是非常精神 那個年代普遍都很窮 可是我覺得他是來管債 然後十六面最後一行底下 這種命格典型有財心加慕存 徒師們現在你就知道說 五曲天父加慕存到底好不好 你要從哪一個角度去看 你五曲 五曲財心天父父親加慕存 三陸庫抱在一起 三陸庫抱在一起 你自己很節省啊聽得懂嗎 後代上好到誰好到他的子孫啊 你知道嗎 陸庫是你自己很節省啊 你很有錢 那個有錢要幹什麼 所以說你們很多學長說 老師我的財庫公 我的財庫公有寢陽 我又恭喜你 為什麼我恭喜你 我說你財庫公有寢陽 手機兩萬塊的你捨得買 你財庫有陸庫的人 你看他敢不會買 對不對 不一樣啊 然後呢 財新加慕存 五曲加慕存 五虎五攤五象 以及命生空戒各戰記憶 那最後一個最重要的 那真的是最辛苦的 空戒各戰記憶 沒有錢 可是你說五虎加慕存 那我還有錢 我只是很節省對不對 空戒對照 就像有些計程車司機 十塊錢十塊錢賺 那個大概不是財主性空戒對照 就是命天性空戒對照 另外 另外一種人 則如同前世欠了人家多少債事的 而於此生 此生 心中長存感恩之心 喜福之心 於是盡己一己之力造福社會或相遇 例如個慈 慈善機構內的義工 那你們是不是有很多內容 義工對不對 經常講的 或者是做義英才的老師 以及為您服務的工夫和默默的行善者 這個社會還是很多默默的行善者 社會上急需這種人 他們就像蟲蟻一樣 不起臉 這種過分 鬆化 翻鬆人們的心 這種人和報恩者一樣 註定一生 勞碌的命運 這種命運 例如太陽星 太陽星是不是在宇宙之中散發光暗熱 是不是非常愛心 之前就講過 然後天象星 天象星是不是很熱心 以及天迴天樂 秀向老師有天樂 你們師母有天迴 我這邊國科技的講一句話 命理界出現非常多的敗類 你知道嗎 可是呢 像我不敢講我人格有多偉大 我覺得我一定把全部的東西交給你 交給你 每個人領悟力 還有用功的程度不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說 同志們我好想跟你講過 講過一句話 太陽星做命的 或者是天象星做命 這種朋友 都交幾個就沒錯 因為他們非常的熱心雞頭 奎樂也是一樣 就像老師和師母 都是奎樂做命 這種人很雞頭 就像我舉個例子 你們一定沒有辦法了解老師 我的觀念工畫如 我真的很耐力在教 然後呢 我有奎樂 我會發覺說 一天上課檢討下來 哪些東西我有沒有忘記講的 我覺得下一節課 我一定要怎麼講 我的意思 一定要讓學生能夠知道 很多秘密學者還會這樣看過 怎樣怎樣 我覺得這個社會 我不了解是不是 為什麼它還會嘗試 嘗試幹嘛 現在的這個社會 已經都是一個灘灘 在陽光下 反而因為你的努力 你的熱心 他們反而一個技巧一個 到我們這邊來上課 這之所以說老師這樣子 快叫出三千個學生 我們的學生都是 學生介紹學生來的 學生也看得出來 這個是像老師和師母 有迴越的就是來還債的 我們再來看 意思 來討債的人 這種類型的人 擺明了大爺 我是來這個世界花錢的 況且錢賺就是要花的嘛 幹嘛那麼看不開 花幫了大不了再賺不就得了嗎 這類型如賭徒吸毒者公子兒 你看像房主民 那麼有錢的家庭 真的都會把這些孩子給養壞 這種命額 例如五婆是紫薩紫灘 加薩兩個字 要把它算進去 沒有加薩你不去亂講 你知道嗎 比方說五婆的人做事情 蠻阿薩利的 可是五婆 五婆的人是花錢狀況還沒有錯 可是五婆加薩就變爹爹爹 又完全不一樣 這個同天調子就有認知 另外一種是屬於好意勿勞型的類型 然後和三行底下 這種人例如富豪的繼承者 遊手好行者 殘障不利人生者 當然殘障是有不可抗議的因素 是蠻值得我們同情的 其命額多半是天同組合的格局 或者福德功有化入化權居多 很多人就會說 是福德功有化入天同化入 你以前不是講說天同化入不是很好嗎 你退一步想 假設你的福德都是天同化入 你很好命 請問一下你很好命誰很難的 你周遭的父母兄弟姐妹是不是很難的 這個本來就一體兩面的 然後獲取這種人全是積足了德 或人家欠他的債 為凡而此生還在 就像我們的第三代女孩 自己同樣做命 她說爸爸 或許你上輩子欠我的 我只好談戀基手 不然的話我怎麼會那麼好命 對不對 你們這些小孩子可聰明得很 出錢也上過 天同心做命做福德 不是很好命嗎 那你要反過一下 請問你很好命周遭的父母說 兄弟姐妹是不是很膽力做的要事 你才會有這個好命 然後我們來看暗和公的論法 為什麼這個暗和公的論法 我這邊要跟同學講 這個暗和公的論法 我有詳細細看 那有些東西並不是非常準 那這個我只大概舉一下例子 這個多一個 這個都自己回去看 比方說我們初期班有上過 張孝瑩的論法 命公坐在這邊 他是任年出生 任娘 天娘化露在父母宮 父母宮有化露 不是只代表一個意義 有時候講不覺得這樣 要這樣再想 第一個 這個子跟醜 就是彼此構成暗和 子醜構成暗和 可是你暗和又有化露 這個就叫做以暗和為由暗露 那暗露是你的什麼工 是你的父母工 所以說張孝瑩他能夠在那個年代 從初期班就講過 三十一年次的人 二十三歲大學畢業 民國五十四年 民國五十四年他大學畢業 能夠到美國去留學 這個沒有蔣經國的援助 他能夠去那個嗎 民國三十一年 我堂科只讀到小學四年級 就是因為家裡太窮 然後給別人家到別人家裡去幫傭 他只換了三餐能夠有飯吃 他根本沒有薪水變得禮犯 所以說有時候你會看 這個暗和公還蠻重要的 有些蠻準的 但是有些似乎很不重 就像我舉個例子 我再舉個暗和公的 這個暗和公還蠻準的 好 我好像有跟姑娘講過 老師的財果公 五曲 沒錯啊 財心啊 老師很會賺錢啊 可是我的財公 寢陽啊 寢陽暑雞 你被理會不好 這個錢都是大財 可是畢竟它是煞心啊 來得快去得快 可是老師這邊有一個畫技 老師從事命裡是個是非之財 可是再代表一個意義 一個公文有殺雞 結果公文有破 我這輩子不管我都會賺錢 這輩子就會為金錢而煩惱 很奇怪 可是我的暗和位是我的極惡功 我必須靠我的身體要很努力 嘴巴不斷的 不斷的用嘴巴 用我的腦力去賺錢 跟極惡功重點 讓我命功 直草是不是構成暗和 我暗和公有一個暗路在那邊 所以說我這輩子坦白跟同學講 我難會賺錢的 但是財伯工本工煞技 那個錢一定有機會讓你有煩惱 很奇怪 像比方說我讀小學的時候 讀中讀高中 老是為金錢所困擾 家裡沒什麼錢 我又是老大 我乍誰又要辦公辦的 好不容易三十幾歲 我好像都講過我的故事 三十幾歲 我要又要還債 四五十歲 為了小孩子的補習費 我每天不 我那時候四五十歲的時候 白天在公共公司上班 晚上要幫人家預約論令 所以說我這輩子真的 官務工在劃 財工在劃 今天說你 好 那按何謂的看法 自己回去看 這因為有些東西它不是很準 那按何謂的 這一個我們就去掉 好 請同學們直接翻開 今天最大的主題 戀愛與姻緣 翻開 六十八面 翻開六十八面 六十八面 有沒有看到 六十八面 愛情的路上 你和它二四五 第五旁 在愛情的世界 與男女觀念有別 你的愛情始終如一 卻不一定長久 男人的愛情可能長久 卻不容易專一 愛情的真諦 是要好好的愛自己 更愛對方 愛情的快樂 而不是在激情的擁抱中結束 而是持續永恆 好 六十九面的最後兩行 我把重點講一下 在斗樹沾經學裡面 膚肌工是逐無